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了一款机器的测评,是阳光电视的基点盒 首先,阳光电视3TV目前有四款主打产品 高清基点盒3S,高清基点盒HD,智能物屏电视,还有可以看电视的USB 这个短片里我们主要介绍的是3TV HD高清基点盒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3TV HD阳光电视高清基点盒的包装呢,为金黄色和黑色 然后购买时呢,也请认准这个正版授权的字样 包装上同时呢,也显明了产品的规格和一些使用功能 打开盒子,里面包含了一个用户使用手册,一个30天退货政策 还有一个安全使用说明,当然就是HD高清3TV的基点盒 一根HDMI线,一根电源线,一根AV线,一个遥控器和遥控器附带的两块电池 3TV高清基点盒的外观设计通体为钢筋黑色 在正面有一个指示灯,通电后红灯会亮起 左侧有一个SD卡槽和两个USB接口可以外接鼠标 背面则有四个接口,一个是AV线接口,一个HDMI线接口,一个网线接口和一个电源线接口 SEN TV高清基点盒的安装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只需要三步 首先就是要找到电视机的HDMI接口 不同的电视机,这个位置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一般都是位于左右或者后下方的长方形接口 连接HDMI连接线,现在另一端连接到这个基点盒 之后呢,如果家里这个电视机年代比较久远 没有HDMI接口,同样可以使用AV三色线 连接好HDMI后,将电源线取出 一端插入基点盒,另外一端插入电源 连接完电源后,基点盒前端的指示灯会变为红色 遥控器上方为电源键,上、下、左右、中间为确认键 左下方为返回键,中间房子为主页键,右边为菜单键,正下方为音量键 如果是首次使用的话,首先将光标移动到设置界面 进入网络连接,选择家里的无线网输入密码 如果选择有线网络,也可以直接插入网线至基点盒 在国际化设置中,可以选择不同的时区和语言来进行调整 在我的界面中,直播选择,可以选择本地时区直播和同步中国直播 两种不同的直播方式 3TV高星基点盒有直播、回看、新闻和应用四大板块 在首页里有历史记录,我的收藏、微信电视和一些热门节目的汇总 直播包含了100多个正版央视、卫视、热门聚集的虚拟频道 以及海外华人的频道 按左键的话,可以进行分类 进入直播节目后,按遥控器的左或右键加确认键进行前进和后退 可以对不同时间段的节目进行观看 在观看过程中,按菜单键后 左边会出现过去7天所有的节目 观众可以根据日期选择错过的节目再次观看 基点盒里的回看板块 将过去7天的所有的节目按照类型综合在了一起 并进行了分类 可以看到下面有国学、纪实、综艺、电影、电视剧等不同的类别 在新闻板块中呢 近期所有的新闻被按照不同的类别、时间和主题综合在了一起 这样会更方便观看 SanTV HD高清气领盒是基于安卓系统开发 所以可以下载第三方的应用软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密封视频 在点玻璃的电影中,有不断更新的大量电影可以选择 而且在左侧进行了分类,可以更方便观看 密封视频同样也收录了海量的电视剧 值得一提的是 在密封视频左侧的分类栏中有专门的TVB板块 其中收录了TVB热播的200多部电视剧 在综艺板块中,密封视频也对不同类型、不同地方的综艺节目进行了汇总 除了电影、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的分类以外 在点播中也有动漫、体育等更多其他的分类可以选择 在直播的板块,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频道可以选择 而且画面质量也非常的清晰 在观看过程中,按右边菜单键 还可以调整视频源和画面的比例 接下来按返回键退出,再去看一下其他的应用 魔力视频也是一款直播和视频观看的应用软件 可以看到魔力视频也对不同主题的视频进行了分类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分类选项里面的电影界面 魔力视频对电影资源的分类也是做得非常的详细 电影之后是电视剧界面 可以看到相比较于其他的应用 魔力视频对视频的分类和它整个使用上的感受都是比较好的 在看完分类板块之后 我们也是同样看一下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将光标移动到直播界面 然后选择马上观看就可以观看直播了 直播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在屏幕的左侧 同样也有不同节目的选项和分类 好我们退出魔力视频 除了密封视频和魔力视频的应用以外 SanTV高清气点盒同样也自带了一款叫做电视猫的视频观看软件 打开电视猫到分类界面 同样可以看到电视猫也对不同的视频进行了电影电视剧 综艺体育动漫等不同的分类 继续往下走到直播频道 点击进入直播之后就可以马上进行视频的实时观看 除了视频观看以外 在应用界面也同时包含了UC浏览器 可以用于网页的浏览和在线视频的观看 如果觉得遥控器操作不是很方便的话 也可以通过机领盒上面的USB接口 外接鼠标进行操作或者是玩游戏 跟其他同类型机领盒相比 SanTV机领盒的售价非常的便宜 同样他们的售后也做得非常好 有实体电 有网电 有官网 同样还有24小时的客服 而且灵光电视是由国内广电总局授权 做海外直播的公司 所以没有停播的风险可以一直观看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对SanTV高清机领盒的测评 谢谢大家的观看